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称,这里的孔子学院从来也没有开设过语言课程 除了一个学分的中国文化实习课之外,也没有开过其他的学分课 校长加里梅写给中国汉版负责人的信中说 戴维斯加大会考虑能够建立在孔院成果基础上的新的合作方式 加里梅校长说,现在是以我们的孔子学院培育出的文化交流计划为基础 考虑新途径的时候了 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边分校校长林培瑞教授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反应是太好了 最近两三个月来,尤其是这个月来,往下的逆转是很明显的 林培瑞教授说,孔子学院被关闭有很多因素,其中包括要提到去年的NBA插曲 戴维斯加州大学的孔子学院于2013年成立 是第一家侧重中国食品和饮食文化的同类学院 合作方是位于江苏无锡的江南大学 这里受欢迎的活动是厨艺实验课,饮茶活动,年度创新烹饪比赛和中秋庆祝活动 经济学家前北大教授夏野良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孔子学院是模仿德国的哥德学院 而哥德学院进行语言教学和传播德国文化和历史,在世界上取得很大的成功 但是,哥德学院的目的不是渗透别国,也不是由国家出资 也没有办多少家的目标,就是民间教育机构跟政府没有关系 夏野良说 中共完全是官方官办的孔子学院 而且它是有战略规划,它要进行全球渗透 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学,他们几乎都要办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大家听起来好像是教孔子的哲学、思想、语言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中共对孔子的儒家学说是深恶痛绝的 中共从来都没有真正信过儒教,从来也没有信过孔子 他只是把孔子这个作为招牌,卖的是中共的这一套意识形态 就连中国文化也是被中共肢解的这种所谓的中国文化 其实孔子学院呢,说严重一点,它就是一个间谍机构 说轻一点,也就是贩卖私货,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假的国学或者传统的教育机构 夏野良表示,一家很普通的孔子学院投资是100万美元起步 再加上修建教室等设施,平均每家投资150万美元 如果是重要的大学,比方说哈佛大学,中共会不惜代价,大量投入 数据显示,美国有超过100家孔子学院,其中大约40家已经关闭 美国全国学者联合会说,自从2004年以来 中国政府开始出资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建造孔子学院 教师、教材和运作资金由中国教育部旗下的汉版来提供 近年来,孔子学院遭受的诟病不断升级 2018年,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麦克考尔和库埃拉发表声明 称中国从事破坏活动,蓄意压制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辩论自由等美国价值 他们以此为理由,要求德州的教育机构停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 同年,国会参议员卢比奥也敦促他的家乡 佛罗里达州的几所大学和一所中学,结束与孔子学院的合作 他说,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政府利用孔子学院以及其他手段 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企图影响外国学术机构 并且影响对中国以往历史和当今政策批评性的分析 2017年底,纽约时报在题为 中国伸向西方的手伸得太长了的评论文章中写道 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孔子学院资助的语言和文化中心 禁止讨论用批判性眼光看待中国的议题 已经带来了失去学术自由的代价 林蓬瑞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要把中国的老百姓跟中国的政府和共产党做区别 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老百姓 我们得同情老百姓 骂的是共产党 骂的不是中国文化或者中国老百姓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州 在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在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